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斧导弹也可谓是一战成名 时隔二十多年 如今一款被称为印度版的战斧导弹航空出世 并在前不久刚刚成功完成了一次导弹试射 让印度人兴奋不已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 美国战斧导弹早已不像当年那么威风拔面 而印度版战斧又是否真的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节奏呢 对此 印度方面给出了一个解释 称他们这款导弹具备十大特性 优势明显 甚至在今天都是一款无法被侦测到的巡航导弹 那么印度版战斧导弹是否真的如此神奇呢 印度发展这样一款导弹 其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呢 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4年 印度军方在奥里萨邦前迪普尔地区 试射了一枚印度自主研发的无卫式巡航导弹 据一位参与试射的印度高级官员透露 通过分析雷达和摇测数据 试射结果得以确定 完全获得成功 这是无卫式导弹第二次进行实弹射击试验 在人们的印象中 印度导弹在早期试验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导致试验无法完全取得成功 然而这一次 印度方面却明确表示 此次导弹试验完全成功 而且强调指出 这款导弹在印度的武器体系中 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 无卫式导弹是印度自主研发的首款远程巡航导弹 射程1000公里 是一种可全天候作战 低成本 全方位的巡航导弹 其重约一吨 长约6米 有分析指出 如果无卫式导弹投入现役 印度将有能力打击敌人腹地 虽然无卫式导弹还是一款亚音速巡航导弹 但据印度媒体报道 这款导弹具备前所未有的隐身能力 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 这甚至将是一款无法被侦测到的巡航导弹 对于这样一款巡航导弹 法国媒体发表评论称 印度正在抓紧研发导弹系统 以寻求加强国防实力 而在加强军事装备研发的同时 印度也在寻求其他领域的技术突破 9月 印度首个火星探测器 曼加里安号成功进入火星轨道 这意味着印度在航天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这可能将大大推动未来印度空间制造能力的发展 从而使其国产导弹更具威力 前不久印度国产无谓是巡航导弹试射成功 而印度国内的媒体也对这次试射评价相当之高 说是无法被侦测到的巡航导弹 先别说侦测了 侦测都侦测不到 更甭提拦截了 刘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这肯定是印度传统的宣传的手法 印度人他特点 就是他拿出来一个新装备 先用一些很极端的形容词去形容它 它绝对不是不可侦测的 因为从当年91年海湾战争开始 巡航导弹是反复在防空作战里被打下来的目标 比如说一般的防空雷达 还有新概念下的防空雷达 当然包括有些大国有的预警机 都可以发现巡航导弹 无非第一发现的距离可能近一些 比如说我发现一个战斗机 可能100公里能发现 但是你巡航导弹 我能给你发到50公里 50公里我才能发现你 但是绝对不是不能发现的 更不是不能拦截的 不管是高射炮 防空导弹还是战斗机 都可以把巡航导弹打下来 这没有问题 所以印度这种宣传的用词 应该说也是司空见惯了 虽然有点夸大其词 但是属于印度宣传上的特点 既然其实印度对这款导弹特别的重视 说到这款导弹和印度现有其他的一些导弹 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李老师 当然最大的优势是射程 那么它的射程增加了以后 实际上对印度来说 它是一种战略武器 而且它是把它当作一种战略核武器的一条腿 就是说它导弹如果有一千公里以上 那么搭配上苏30的作战半径 那么它就成为一种能够具有战略打击能力的 这么一种武器 因为印度作为一个后发的核国家 实际上它往三位一体上靠是非常难的 印度有一个专家讲过 就是作为印度这样的国家 如果搞战略轰炸机 几乎就不可能 因为它的成本太高 技术门槛太高 印度是造不了大飞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的空击核力量的实施方案 就是苏30加现在的5位 这是印度早早定下来的 所以对印度来说 比如说虽然有很好的布拉莫斯 但是那个只有大概300公里的射程 因为它很快 但是就不能作为战略未射武器 它是一种战术武器 所以我们知道5位对印度来说 还是很欣喜的一件事 所以印度对这款导弹的试射 也是非常的重视 如此的宣传也就是不足为奇了 那么这款导弹 据印度媒体报道 可以让它在战场上具备绝对的优势 一起来了解一下 印度从早年开始着手打造 本国的空击战略打击力量 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 其现役的苏30MKI多用途战斗机 装备射程可达1000千米的 无卫式远程巡航导弹 截至2010年5月 该型导弹的总体结构设计 发动机方案和空气动力学研究工作 已经完成 随后印度还着手研制了 陆基和海基版本的 无卫式巡航导弹 这款导弹的出现 不但提高了印度的战略打击能力 而且使印度具备了使用 多种平台发射 多种载荷 不同射程的能力 同时发射成本较低 且具备机动发射能力 无卫是一种亚音速巡航导弹 采用火箭发射模式升空之后 转入飞机的飞行模式 与烈火等其他导弹不同 无卫式导弹设计了弹翼和吻翼 导弹发射之后 火箭推进器脱落 弹翼开始工作 另外 无卫式导弹具备极强的机动性 不但能够沿数烧飞行 降低对方雷达的侦测机率 而且在接近目标的时候 导弹可在空中盘旋 从任何角度对目标实施统击 无卫式导弹较强的作战能力 不仅使印度的军事实力 获得较大的提升 而且在印度看来 这款导弹还是印度国产导弹的开始 印度国防科研机构官员表示 将在2022年 摆脱对进口导弹的依赖 我们看到印度卫士寻弹导弹具有极强的灵活性 不但可以在陆地上 在海洋上 甚至可以在空中发射 现在这种占据多平台的导弹发射系统的导弹 其实并不多见 为什么印度要发展这样的一款导弹 实际上对于后发国家 这个思路是一个比较节省的 因为先发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他搞巡航导弹 他当时搞的时候是陆军有陆军的 空军有空军的 海军有海军的 他是一个军种利益 和他的军队建设的结构来决定的 那么80年代以后 美国人自己有一个国防法案 叫哥德华特尼克尔斯法案 就把原来的烟囱形的各军种 单搞一摊的给推翻了 要求他们合并 那么印度是后来者 他知道这个路了 他当然不会像美国那样 搞一个空机的 然后又短又粗 然后搞一个海基的又缠绣系 他现在就是说三合一 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比较节省 这是印度的一个想法 其实另外我们还看到媒体 印度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要在2022年之前 摆脱进口导弹的这样一种局面 那么目前的无畏巡航导弹的出现 是不是意味着 印度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你从今天开始算 到2022年大概还有八年时间 七八年时间 要摆脱进口依赖 进口导弹的依赖 实际上意味着你要建立一个 以导弹总装和研发为核心的 整个的导弹工业和航天工业的体系 八年时间 你是建不起这样一个体系的 因为它不是说你仅仅总装导弹的问题 比如说导弹发动机 你能不能做 导弹的制导体系 你能不能做 如果导弹用的是卫星制导 它中间肯定要用GPS或者卫星制导这套东西 全球卫星定位体系是不是你自己的 然后如果是寻航导弹有地形匹配的这套东西的话 你还要有全球 最起码是你假想敌国 这一代所有的地形的基本的数据 这个东西你自己的航天卫星能不能拿到 拿到之后你见不见得起来这样的一个模型库 这些东西都不是八年能够做成的 所以仅仅从巡航导弹这一项来说 印度就不可能摆脱进口导弹的依赖 那么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只是一次成功的试射 这款无卫式巡航导弹是否真的可以说研制成功了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虽然此次导弹试射成功 让印度军方十分兴奋 但仅仅凭借这一次试射 还无法确保无卫式导弹的可靠性 在印度军方的心中 一年前类似失败试验的惊险场面 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2013年3月 印度军方进行了无卫式导弹的首次试射 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乌效升空 但技术人员很快就发现 这款导弹已经明显偏离了预定轨道 随后 这枚无卫式导弹启动了自毁装置 爆炸的残骸 竟然零零散散地坠落到了附近一个村庄的果园中 一度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 印度军方立即对此次失败的原因进行调查 但却没有对外宣称此次导弹试验失败 而是用了一个非常少见的词汇 叫做部分成功 而在印度导弹试验中 也经常会出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 但部分成功的情况 2010年3月15日 印度进行了一次非常奇怪的导弹拦截实验 上午10点 一枚模拟弹道导弹 从印度东部巴拉索尔综合试验场 移动发射架上发射升空 按照计划 拦截弹将在惠勒斯岛导弹综合试验场发射 对这枚把弹进行拦截 但奇怪的是 惠勒斯岛导弹综合试验场的雷达 在进行了多次搜索之后 依然没有找到目标 防空导弹也根本无法发射并展开拦截 此次实验就此告终 印度防务人士分析认为 模拟弹道导弹升空之后 很可能偏离了原地武道 雷达因此无法获取弹道导弹的信号 以往印度导弹在试射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 所以媒体经常开玩笑说印度导弹是打哪直哪 但是印度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而且从来不会说自己的试射失败了 而是说部分成功 那么这部分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老师 这个部分成功很有可能出现几种可能性 第一 导弹打出去了 全程飞都挺好 最后离靶子很远 比如说巡航导弹 你的战斗部是有限的 如果你离靶子好比超过靶标 距离超过了比如说100米 你导弹肯定是没有几种靶标 但是从印度的角度来讲 如果它研制了一型导弹 已经打完了前面所有的部分 只是最后制导这个过程里面出现一点问题 那么是可以认为是部分成功的 这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国家 就会说这次我们测试是失败了 没打成 没打好 但是印度人有时候会给自己一些比较鼓励性的说法 所以用了部分成功这种说法 从航天这个角度来讲 一般实验一种型号 出现一些小的挫折是很正常的 所以印度这种所谓部分成功 也可以是一种能够说得通的说法 这次事实上 其实我们看到印度方面宣称是成功了 而不是部分成功 那是不是说明了无谓是导弹真的研制成功了呢 那还早呢 因为这个导弹实际上它的这个系统来自于不同国家 比如说发动机 它是和俄罗斯的这个土星设计局的这个发动机就是引进的 那么它的这个导航系统呢 据说以色列帮了大忙 就是激光陀罗呀 还有一些个组件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在一个关键技术呢 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关于卫星的部分 它的卫星的部分呢 最早是跟俄罗斯签的 它用可以用俄罗斯格罗纳斯的这个军用的那种高高精度信号 但是现在呢 印度也在弥补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只用俄罗斯的 那么毕竟不靠谱 现在呢 它在这次试射的头一天 它打了一个它自己的那个区域导航的第三颗星 就是它印度的区域导航要七颗星才能覆盖印度上空级周边 就是南亚地区 那么现在刚打了16号打了这个那个就是高的那个导航星 然后17号试射了这个 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系统来说呢 离成功还早 而且光战斗部就据说他们搞了很多种 那么起码每一种战斗部你得打几发吧 就是整个这个这个过程非常长 可以说呢 那无卫式导弹的路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但是呢 种种迹象表明呢 印度对无卫式巡航导弹在未来 在这个军中的地位应该是相当高的 也有一种媒体的报道称 把这款导弹称为是印度版的战斧导弹 了解一下 由于在外形结构上 印度无卫式导弹与鼎鼎大名的美国战斧导弹极其相似 外加两者都是亚音速巡航导弹 飞行性能也颇为类似 所以很多军事专家将无卫式导弹视为印度版的战斧 然而印度无卫式导弹是否真的能够占据像美国战斧那样的地位 目前还不得而知 而如今 美国战斧又成为了战场上的焦点 美军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极端恐怖组织的行动中 再一次大规模的动用了战斧导弹 战斧再次披挂上阵 反恐战场展现惊人威力 印度版战斧未来是否也能如此一鸣惊人 向往会些威胁到瓜达尔港 这一系列的这个区域它也能够覆盖住 各国装备云集印度 万国排航母横空出世 印度导弹距离国产化究竟还有多远 我们现在只知道呢 起码它在很多光源技术上得到了国外的帮助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印度国产巡航导弹试射成功 传说中无法被拦截的导弹究竟有何看家本领 印度的这个核战略和它的武器装备 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一条路 首次试射精心动作 印度无畏式导弹为何频频受到质疑 八年时间也是见不起这样一个体系的 印度最新导弹堪比美国战斧 印度版战斧是否真的名不其实 可以在印度洋上画一个非常大的一片区域 无畏烈火布拉莫斯 印度导弹试射频率机灯究竟有何目的 江南国家可能两步骑走到一个目标 中国可能是三步 而印度一般是五到六步 沙场推出 前途未卜的印度战斧正在播出 近二十年来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已经成为了美军最标志性的一款武器 从海湾战争开始这款导弹几乎参加了美军发动的所有大型战争 现在这款导弹又成为了美军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极端恐怖组织的极先锋 时隔多年战斧是否还能发挥出当年那般令人恐惧的威力 而在未来印度版战斧又能否像美军战斧那样一鸣惊人呢 2014年9月22日 美国五角大楼正式宣布 美国及其伙伴国已经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恐怖组织进行打击行动 当晚美军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巴林和卡塔尔等五个盟国 对极端恐怖组织的多处军事目标实施了空袭 在此次一系列空袭中 美军动用了包括首次参加实战的F-22在内的多种明星战机 而为其打头阵的依然是战卜式巡航导弹 据有关报道称 美军及其盟国在当天实施了14次空袭 发射了47枚战卜导弹 共有至少70名恐怖分子在空袭中丧生 自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首次参战以来 战俘便成为美军进入战场的极限峰 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中 战俘都第一时间冲入战场 打开对手的防御缺口 如今20多年过去了 战俘依然出现在打击极端恐怖组织的行动中 说明这款导弹依然是美军在战场上的一张狂牌 美国的战俘导弹早已经是鼎鼎大名了 这一次试射也有人把无卫式导弹称为是印度版的战俘导弹 这两款导弹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李老师 战俘是美国的海军的巡航导弹 最初它主要是用于核打击 那么后来由于冷战结束 就大量的改为常规打击 实际上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敲门砖 就是在隐形飞机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可以用来突防对方的雷达网 印度不同在于 对于印度来说首先这是一种战略武器 它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常规打击 而是用它进行核打击 因为印度现在的所谓三个议题 海基是最不靠谱的 连核潜艇都没有搞好 别说你海基的潜射水下发射这一套了 那么第二个陆基的虽然能够搞出来 但是它的陆基导弹的生存是个问题 印度人想的办法就是铁路机动公路机动 那么靠机动来生存 但是通常心理还不太靠谱 所以空机就靠苏30加无卫 那么这个东西两个结合起来 那么路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想印度将来会首先在战略武器上 就先下功夫 那么印度版的战俘 在印度到底未来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刘老师还有什么补充 因为印度自己 它有布拉莫斯这一系列的反舰导弹 但是像布拉莫斯它的射程比较有限 大概也就300公里超音速 如果它想控制整个印度洋的海域的话 现在它的布拉莫斯也好 或者是苏30加布拉莫斯的搭配 这个射程 其实它的威胁的整个范围实际上有限的 如果它能够把自己的核武器补齐 用无卫补200多枚补了核武器之后 再造一批常规型的反舰战斗部的无卫的话 拿它配苏30实际上是以印度本土为中心 可以在印度洋上画一个非常大的一片区域 这个对印度在海上的常规威慑能力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印度人可能会搞一些暗机的东西 拿来封锁巴基斯坦的港口 比如说西印度的这一批的海域 如果加上无卫的巡航导弹 从西印度海岸发射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威胁到接近像卡拉奇港 包括甚至再往后一些 如果它增点程的话 再往后一些威胁到刮达尔港 这一系列的区域它也能够覆盖住 这个对将来如果印巴发生冲突的话 封锁印就是巴基斯坦的对外联系非常有用 因为印度它假想机实际上就是巴基斯坦和中国两家 所以它现在想这个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印度版的战斧 它的威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不过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近十几年来 美国的战斧导弹也是频频遭到质疑 1998年8月20日 美国情报机构突然接到一则消息 呈积极组织头目本拉登 此时正身在阿富汗东部的一处塔利班训练营地 为清除本拉登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 立即命令位于阿拉伯海上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发射了数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攻击该营地 然而大大出乎美国人预料的是 由于战斧导弹的速度太慢 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小时才抵达目标区域 虽然战斧准确地命中了该基地组织的营地 但此时本拉登早已从此地离开近一个小时之久 战斧导弹的致命缺陷在此次行动中报复无意义 战斧导弹航速较低 不仅容易错过作战时机 而且更容易受到反击 据有关专家介绍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 美军曾大规模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 但其中很多都被对手的防空火力拦截 甚至仅使用AK-47就能够将其击落 战斧作为一款亚音速导弹 它速度一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有一种说法是 拿着AK-47就可以把它给打下来 这种说法 当然作为印度的战斧来讲 无卫式导弹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刘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实际上像吴卫也好 战斧也好 这种亚音速低空飞行 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 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我们在从91年海湾战争 到03年伊拉克战争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看到 会有新闻媒体级别的电视视频 在地面上也能够拍到 比如说战斧式导弹 很清晰的从大家头上飞过去这个画面 实际上如果你目视能够用非常缓 看到非常缓慢的速度导弹飞行的话 那么一般的高炮 包括大口径的高射机枪 在理论上都是能够打下来的 所以这种巡航导弹 实际上它占的什么便宜 它占的便宜就是 第一生产相对比较廉价 你一次好比造200枚 你同时把它打出去 比如说一波打50枚 一波打50枚 这样的话 对方防空体系压力很大 它能够拦下来你几枚 但是大部分你还能把它打到目标 这个是这种亚音速的巡航导弹 比较常用的这种方法 所以战斧也好 印度的V也好 它将来如果它想达到目的的话 实际上拼的是一个数量 因为这种导弹在突防性能上 实际上是已经远远落后于 现在时代的发展步伐了 其实我们知道 对于战斧来讲 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上个世纪 现在20年过去了 印度又发展了另一款的战斧 那么在现在 包括未来的十几年当中 它是否还能够发挥 它想要的作用呢 李老师 实际上巡航导弹这种东西 从防空角度说它属于特种目标防空 跟我们一般的防飞机和其他的不一样 因为它从低空来 老式的这种地基雷达 在200米以下 它受各种各样杂波干扰 它有一定的盲区 那么不好提前预警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用高炮抗击 其实是可以打中一个 比如说速度0.6马赫 0.7马赫的飞行物的 但是在城市这样的目标周围 你低射角的时候 有很大的 特别威胁到自己的平民 但是如果是低射角的话 很多的区域高烧炮部队不敢打 所以这是巡航导弹威胁的 一个很大的威胁 但是现在的防空武器 和整个的防空的思路 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现在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就叫现在电子防空 所谓电子防空相对以往的 比如说进去指导导弹时期 那么我们对于防空 它要把它划成很多段 巡航导弹的特点是 它是组合式的导航 导航异常复杂 首先它是惯性导航 比如说现在用激光陀螺 非常准了 然后它为了检查 长距离的导航误差 那么到了一定的地方 它会设一个匹配区 就是用事先储存的图片 和弹载集团机的图片 就是照射的进行比对 然后校正一个误差 那么它这个匹配区 一个一个走过去 越来越小越来越准 那么最终打到目标 还有末质导在开机 大概它这个组合导航 就给电子防空 有很大的机会 比方说你可以对它进行 各种各样的干扰 末端制导可以进行遮蔽 可以进行干扰 那么在中间 对于导航本身 也可以进行对抗 就导航对抗 导航对抗 你想有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导航星在两万公里以上 它发射一个信号 到地面是很微弱的 但是如果你在200公里内 有一个干扰站 它到达导弹的信号强度 就能压过导航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没有一种制导方式 是百分之百不受干扰的 那么只要是你这个国家的 电子防空能力足够强 那么你对于巡航导弹的防御 就是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说预警机 原来的地级雷达 看不到你 但是预警机在上面 它就可以看到你 其实印度大力发展 无卫式巡航导弹 它的性能到底怎样 目前还是一个问号 但是就在人们 对它的性能进行猜测的时候 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声音 就是说这款导弹 它不是印度国产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了解一下 虽然此次试射的无卫式导弹 被印度称为 是其自主研发的巡航导弹 但对于这样的说法 有分析人士也提出了质疑 有分析指出 虽然这款导弹 是印度自己生产组装的 但其内部很多关键性材料和零件 仍然需要依赖进口 比如发动机等等 另一方面 印度天机系统还不完善 远程制导 还需要依靠俄罗斯 美国等国的导航系统 也就是说 印度目前对于远程巡航导弹的 关键性技术 依然没有掌握 长期以来 印度军方的装备 都被称为万国武器 2011年 为了提高防务能力 印度增加了军费开支 计划购买几百架直升机 和其他飞机 此外 印度在2012年到2017年间 可能要购买价值 1200亿美元的军火 在南亚地区 印度是第一军事大 其空军号称世界第四 为了确立在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印度准备在两年内 花掉300亿美元 购买120架先进中型战斗机 6架空中加油机 200多架新型直升机 重型直升机和攻击直升机 另外还准备购进一批教练机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就连印度首艘国产航母 维克兰特号 都被认为是一艘万国牌航母 有分析人士指出 维克兰特号大部分使用意大利设计 同时 其甲板和船体的钢材 也基本是依靠进口 有外国媒体分析称 虽然印度目前这支多国混合部队 造就了印度目前的军事地位 但这样的发展思路 将大大阻碍印度的自主研发能力 使其未来军事发展 依然只能依靠大量进口 而由此可见 印度卫士导弹 如果无法实现完全的自主研发 其未来依然无法摆脱 对进口导弹的依赖 印度的武器通常被称为是万国装备 就是导好多都是进口的 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了 对于这款无卫士导弹 也有声音指出 它的技术和某些关键部件 同样是来自国外的技术 可放老师您认为 这款无卫士巡航导弹 印度是否真的实现了国产化的 我们现在只知道 起码它在很多关键技术上 得到了国外的帮助 而且不是来自一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发动机 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一款小的 那么在比如说制导机构上 既然俄印之间合作过布拉莫斯 那么那一套的东西同样可以用在这 那么还有就是以色列的帮助 比如说以色列和南非 曾经在陀罗伊上面搞得比较好 那么这个也是得到帮助的 另外就是说天机系统 天机系统现在印度正在搞 但是就目前没有读网的情况下 制导还得靠俄罗斯的格罗纳斯 那么这个就格罗纳斯肯定不是印度产的 对吧 所以目前看的这个还是在一个 向国产化转的这么一个阶段 再就是它的这个发射平台 假如你是空机的进行战略打击 那你的这个苏30这个平台 那么确实也是依赖俄罗斯的 那目前来看呢 如果要印度实现完全的这个国产化的话 那还需要做什么 首先呢最起码印度最核心的部件 先搞一个这个涡喷发动机和 先进的这个涡散发动机的这个工厂 印度自己现在航空工业啊 虽然它装备了很多国家的战斗机 你像这个俄罗斯的 包括英国的 包括它现在还要买法国的阵风战斗机 但是它自己的航空工业 一直在航空发动机上没过关 第二呢就是整个全弹这个组装 是不是真的这个能够精确的完成 比如说它现在从国外进口这个零部件 假如它进口零部件的话 那么把一批零部件放在你面前 你能不能按照生产线的这个标准 把它组装成这个合乎 这个要求合乎战术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导弹 这也是印度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刚才这个科峰也提到 就是整个这一套外围的这个配套系统 你是不是要做 比如说你和俄罗斯合作搞了 就是搞了从俄罗斯 拿这个格罗纳斯的军用信号的这个解码 然后呢用在自己导弹的这个制导上 那么将来如果俄罗斯说 我不再给你军用级的这个解码了 我只给你民用级的这个 比如说精度在10米到15米的这个解码 这个时候印度怎么办 你是自己在找美国人搞GPS的这个军码呢 还是说我自己在搞这个新的定位卫星 因为全球定位这个系统和区域的这个补强系统完全不一样 印度自己搞一个几颗星的这个区域补强系统 那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要打再远的话 必须有全球型的这个定位系统 所以现在印度要搞自己的这个巡航导弹 国产化的话 要走的路还是非常长的 的确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 印度如果实现完全的国产化的话 确实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呢近几年 印度在联合研制导弹方面呢 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4年10月20日 据国内媒体报道 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 将在一年之内特使垂直俯冲打击和环绕能力 这意味着 这款导弹将具备更加丰富的打击样式 令对手皇不胜王 而这款导弹的特点还不仅于此 有媒体报道称 布拉莫斯导弹的飞行速度极快 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航导弹 印度版战斧搭配世界最快巡航导弹 王牌导弹将给印度军力带来怎样的变化 这样等于是给印度人手里面加了一个拳头 印度导弹试射频率激增 大规模的导弹试射隐藏着印度怎样的目的 为了达到一个目标 它需要从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长边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印度国产巡航导弹试射成功 传说中无法被拦截的导弹究竟有何看家本领 首次试射精心动作 印度无卫式导弹为何频频受到质疑 印度最新导弹堪比美国战斧 印度版战斧是否真的名不其实 无畏烈火布拉莫斯 印度导弹试射频率激增究竟有何目的 沙场推出前途未卜的印度战斧正在播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导弹都是印度的一块心病 然而近些年来 这一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尤其在联合研制方面 印度与俄罗斯共同研发的布拉莫斯导弹 一度引起了世界的轰动 据有关报道显示 其部分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同类武器 位居世界第一 布拉莫斯也一度被视为世界上最强的导弹之一 那么这款导弹究竟有何神通广大 未来它与无卫式导弹的搭配 又是否真的能够给印度军力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2011年6月12日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印度与俄罗斯计划将启动新一代布拉莫斯二型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项目 未来这款导弹的速度 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左右 将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航导弹 而从目前各国反导武器的能力来看 这样高速度的导弹将无法被拦截 布拉莫斯二型巡航导弹 由印度与俄罗斯联合研发 射程290公里 能携带重达300公斤的常规弹头 目前研发重点是空中发射型和水下发射型 对于这款导弹 我国国内专家分析称 如果布拉莫斯二型导弹能够列装 将会大大增强印度对水面目标的打击能力 布拉莫斯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 而一般反舰导弹 大约在100到200公里左右 300公里就可以实现超视觉打击 而且这种导弹速度极快 在末端的时候采取低弹导弹 可以贴海平面飞行 所以不太容易被雷达发现 再加上导弹的外形有一些隐形设计 使用了一些稀薄涂料 使这款导弹很难被拦截 这对于印度海军的反舰能力 对水面目标的攻击能力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余生 印俄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导弹 可以说特点非常的鲜明 刚才两位嘉宾都已经提到了 那么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速度快 而且据说是世界上最快的巡航导弹 真的是这样吗 刘老师 现在是这样 首先我们定位一下 什么叫巡航导弹 如果是一般的飞航式导弹 然后你拿它做反舰 比如说攻击路上目标用 这个可以这么认为 它是最快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可以这么说 但是通常它实际上原来在俄罗斯 是一款反舰弹 反舰弹 然后印度和俄罗斯 联合把这款反舰弹升级 或者是改进成了一款 既能够对路上目标 也能够打海上目标的 这样一款导弹 它主要特点就是 其实是超音速 因为它的射程实际上也就300公里 能打300公里导弹 现在是很多了 那么它用超音速的速度 然后300公里的航程 然后既可以空射 也可以从陆地发射多用途 然后多平台多用途 这样等于是给印度人手里面 加了一个 随时可以用比较好用的一个拳头 但是印度人的问题在什么 第一 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大规模生产 这个是印度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印度人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载具用好 因为如果你还是用苏-30 那么你带一个300公里的导弹 那么在现有的防空系统下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因为现在最新一个系列的各国的先进的防空导弹 它的覆盖范围有可能是500公里 比如说你苏-30带一个300公里的弹 实际上你是进入了对方远程防空导弹的火力圈之内 其实载具平台本身已经不安全了 所以印度人现在这方面 他的考虑可能还欠缺一些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未来印度同时拥有了吴卫士和布拉莫斯的话 他们如何分工 而且他们在战场上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老师 一般来说吴卫士肯定首选的是作为战略武器使用 那么布拉莫斯更多的是作为打战术目标 因为300公里在打战术目标来说并不算远 印度的核战略和它的武器装备 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一条路 我们考虑印度不能把它当成是中俄美这样来考虑问题 因为美俄竞争那是世界最高端的竞争 是全球打击的 印度它是个区域强国 所以对于印度的核战略 其实跟任何的大国都不一样 它是一种走的是小而精的路 就是说要求不能成本高绝对不能成本高 你比方说战略轰炸机 那个平台要带巡航弹 比如说带无尉 那能带十几枚或者二十枚 但是那个它造不起 它要是用比如说苏30只能带一枚 带在中线上 因为那东西很大 那么你40多架苏30 其实还比不上可能两架战略轰炸机 所以对印度来说 它的整个的核战略 你就理解成是一个 它的目标就是小而精就行了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印度这些年对于导弹发展来讲 确实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高峰期 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013年9月15日上午8点45分 一枚印度烈火五行导弹 从奥迪沙邦惠洛的综合试验场发射升空 并在20分钟后 命中位于印度洋的目标 这种由印度自主研制的远程弹道导弹 最远射程超过5000公里 可携带三枚核弹头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发言人 拉维古普塔表示 印度军方 打算在2014年至2015年间 正式投产兵部署烈火五行导弹 在此之前还要进行四到五次试射 今年10月13日 据外媒报道 印度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烈火五行导弹将进行第三次试射 此前 烈火五行导弹已经从移动车上 进行过两次导弹试射 而与前两次不同 这一次试射烈火五 将首次使用发射统系统 今年6月 印度科研人员 曾在计算机上成功进行了一次模拟发射 然而具体的信用参数 还必须在实际试射过程中进行验证 除烈火五之外 今年7月8日 印度还成功试射了一枚布拉莫斯超音附导弹 加上近期成功试射的无卫式巡航导弹 印度近两年试射导弹的频率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我们看到印度近几年的导弹试射的频率正在大幅的提高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无卫式导弹 布拉莫斯 还有烈火五 那么这种高频率的导弹试射究竟透露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李老师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它的试射既要给自己带来一个技术上的进步 另外一个还要进行壮胆和战略威慑 当然说战略威慑 大家可能更好理解 那么它的技术进步的思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是因为印度的底比较薄在技术上 所以同样达到一个目标 印度可能非常曲折 它要走大概相对于比如说先发国家 先发国家可能两步骑走到一个目标 中国可能是三步 而印度一般是五到六步 就是说它的技术来源多样 为了达到一个目标 它需要从东市买郡马 西市买长边 那么每一个试验组合 最后出来的才是它要的目标 所以印度的导弹试射的频率 就是种类比较多 但是它的量应该说 同一种导弹的量应该不大 它毕竟还不是说要建造一个 美国或者俄罗斯那样的一个核盾牌 它没有这个想法 它是非常艰苦的在进行追赶 而它现在追赶的正是我们当年 在50年代末 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 就是我们最艰苦的那段时间 雷井裤腰带干的事 是印度现在正在干的事 那么印度如此大力的发展它的导弹水平 目前的真实水平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虽然印度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航天的 算是个大国 勉强称得上是大国 它各个门类齐全的导弹它都有了 火箭也有 卫星也打 然后还发了火星探测器 这些东西它都做 但是关键问题在于 这些东西它买过来自己捏在一起 一方面综合性能不过关 另一方面总有关键技术在别人手里面被卡住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军用的东西 第一你性能不可靠 关键时候不顶用 这是会要命的 第二军用的东西被别人卡脖子 是非常成问题的一件事情 因为一旦发生战争 别人可能故意卡 也有可能你的海岸线被封锁 空中运输被封锁 别人想给你运进来的东西 你也没有 就没这个路可以拿进来东西 所以印度人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得先把工业基础的各个短板补起来 就刚才咱们提到发动机也好 导航也好 整个的组装的精密 整个大企业的管理 就这一套东西它现在还没有做起来 而你要做起来这套东西 这个路是非常长的 这就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个导弹航天工业的问题 是你整个国民经济和工业制造业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东西 对印度来说 现在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战俘式巡航导弹 曾经在美军中创造了一段辉煌 而如今 印度版战俘也是承载了印度无限的期待 然而目前为止 无谓是导弹 也只进行过一次成功的试射 而且也没有实现印度导弹的完全国产化 对于印度来说 其导弹发展之路还并不完善 要真正实现其大国梦想 还有很长的路等待着印度人去探索 俄罗斯机群逼近北美 足久五再度出击 然而恐怖的核轰炸编队 为何首次派出早已落伍的米格31 F-22奉命起飞拦截 米格31大战往前 两种王牌战机空中对决 究竟谁更技高一筹 曼米高空双方拟买我往 先进雷达频频开机互相否定 不锈钢打造的米格31 能否对抗钛合金的F-22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